我們感受到許多問題 第一個是我們覺得在疫情下 戴著頭照跑步很溫熱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想要解決生氣成名 第三個問題是我們想要解決整容跟草 在這其中我們決定的是要解決生氣成名的問題 我們想了許多辦法來解決3D成名的問題 像是玄寶遊戲大潮沙定向越野的 但是後來一些技術的考量 所以我們就把它們一一刪除 像是大潮沙可能會有走廊奔跑的問題 然後地向越野可能我們的空間會不舒服 所以我們最後以3C選保油去做了我們實現的活動 所以我們最後想出來的主題是關於3C的解謎遊戲 那麼這個遊戲裡面有暗藏了很多3C的小知識 那麼希望可以藉由這個遊戲 來讓大家知道說3C的好處、壞處 然後使用3C以後的舒緩方式等的這些小知識 接近11C的解決工程 然後做3C轉1C的解決工程 我覺得是1C的解決工程 現在他拿到第一個做完整的解決工程 然後再上去15C的解決工程 寫在1C的裙子 等於是2C的解決工程 公司可以供應是1C聯繫、17C的解決工程 可以使用4C的解決工程 3C的解決工程 1C的解決工程 4C的解決工程 我們最後我們分享的對象是創意中心的戰士領域 我們發現他們玩完的鬼鬼通常都是很好玩 不然就是太難了 那麼我覺得說最後在那次的遊戲試驗中 我們並沒有傳達到我們想要的知識 所以呢我們覺得說我們的時間分配需要再稍微加強 讓他們可以看到最後的所有知識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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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